因为这是一个国外的榜单,由此看来,肖战的海外粉也是格外的多,因为颜值还发生过一些趣事,肖战之前的某一位黑粉,就是因为肖战太帅,而被黑转粉,不过,肖战,这就是用颜值反黑第一人吧,早在他大学时期,就已经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了。 在同学眼中,他既有颜值又有才华,肖战和众多明星不一样,许多明星大学时期,就已经开始接广告,或者陆续准备拍戏,还有一大部分是男团女团出道,随后转行演员,而肖战则是在24岁以后,才慢慢靠近娱乐圈,完完全全把大学读完了,而且还工作了一段时间,无论是高中同学还是大学同学,他们基本上都会用性格温柔,为人和善这几个词来形容肖战。 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这种言论,肖战以前的同学直接出来打假,大学时期的肖战,就是班级的文艺委员,后来还直接进入了学校合唱团,随后,还成为了声乐部部长,而他也正是一位歌唱的好才踏入娱乐圈。 在老师的介绍下,他参加了燃烧吧少年,节目结束后,他也和其他的新人组成了X9少年团正式出道,从那之后,肖战每次出行和拍戏,基本上都是和队友一起。 在阿灵之前,肖战的剧中和他一同出镜的大多数,都是自己的队友,在看到他的实力和潜能后,许多综艺和剧本,纷纷找上门来,肖战对此也十分认真。 在挑选综艺剧本时,他选择了一档关于唱歌的综艺,来到这个综艺后,肖战坦率的性格和谦虚的样子,让许多前辈对他十分赞赏。 回归之后的他,开始出演著名话剧《如梦之梦》,这特别考验台上演员的台词功底和反应能力,而非科班的肖战却一一接下,看来,他的心中已经做好转型的准备了,肖战在王牌部队中的演技和台词进步明显, 现在的他,也在拍摄新剧梦中的那片海。